現在好像銀行是整個經濟差的千古罪人 商業的、炒樓的、地產中介的 加上退休的大學教授出來說 什麼叫做貨幣呢?叫到騰騰轉就惡性循環 叫完又再叫了 因為你叫貨幣的話樓不想留價一點 資產價值一點 補倉又再叫貨幣 接著商界那些 你是不是在說 你叫貨幣的話 叫到那些 平急機構都走來 監規你的銀行了 是不是壞的? 哇 如果是真的這麼壞 那你的銀行 你知不知道 根據金管局最新的數字 我們有10萬個從事銀行業的香港員工 10萬個就是什麼概念? 我們有大約370萬個勞動人口 就是你走出街100個有3個 是不是? 走出街100個3個都在銀行業做 那些人傻的 是不是? 亂叫做死了香港的經濟 他們完全是讀壞腦 讀書 是不是? 還有看東西是真的只是看自己的利益 有些人他們明白 譬如你做中介的那樣 那地產不繼續跌 那就是買賣都可以有秩序 那它就可以多一些交易了 是不是? 那有些人他就拿重了貨 那更加不想他樓價跌 那你call loan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就是看自己的 那有些學者還要在市場上 給別人說自己政治正確 那將所有的業務話題歸納就是 哦 整個經濟是銀行call loan拖死的 不call loan就沒有東西的了 那就是等於地產市道 2月28號之前 今年的2月28號之前 所有的地產市道跌價都是因為辣椒 吃了辣就沒有東西的了 那如果銀行不call loan 香港就更死得快些 為什麼這麼說呢? 銀行 香港叫做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最主要就是銀行角色 那個角色說得很重要的了 是吧? 就是將那些閒錢 那些人那些閒錢沒有什麼投資的 那就放存款了 是吧? 然後將那些存款 他就算過了一些風險之後就借出去 知道什麼時候是危險 什麼時候不是危險 借一些信太好的人 就不要借一些一個屈女十 走了腦那些 是吧? 那算過了數 那才叫做一傳一借嘛 那這些有準則的 你如果算數一傳一借 計一個就容易而已 計十個都不難 計一百個都可以勉強 計一千個就用人手計的了 計一萬個十萬個就怎樣呢? 用系統去計吧 怎樣用系統去計呢?就是 那你全世界有個國際標準的嘛 就是好像會計準則 是吧? 那這些會計準則就講到明告訴你 銀行業你的會計準則是怎樣呢? 哪些貸款如果過期三十天你要做什麼? 過期六十天你又要做什麼? 過期九十天你又要做什麼? 在什麼情形底下你們就要去將它變成 watch account 在什麼情形底下你要classify它 作為一個特別照顧的 account 我們叫special mention 有些呢你就要說你要行動啦 放在叫classify裡面呢 就要collection under collection 那你有花很多錢去建立一個這樣的監察部門 然後呢有很多的叫collector 在銀行裡面跟著的步驟去做 那每個銀行都這樣做這個叫做系統性的嘛 這個系統性呢 持資有效 就是已經經過了千除百年 已經經過了百幾二百年一路進步 然後呢就整個銀行系統才得以變康發展 那當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那當然是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加入啦 這些有智慧的人就自動就會從全世界 那些先進的經濟體 他們的銀行業 大家互相來當它串連 去訂立所有的規則 那我就去布魯塞爾那裡開大會啦 就是我們叫做bassel accord 就是大家訂下來 大家銀行怎麼去守啊 沒得發財 沒得亂來 為什麼呢 如果你有些亂來偷報的 那用什麼呢 你在看對那個經濟系統 是好的時候 那你又用了你更寬鬆的東西 然後你又壯大了 然後就來我的金融市場 買完我的銀行 那當年呢 為什麼美國要和西歐的國家 和一些發達國家 在華都廣場跟日本開會 就是呢 你日本的銀行製造就是 太過寬鬆 令到你的銀行壯大 然後你的股票升 然後就拿了你的股票 集了你國內的錢 或者吸了國內的錢 你來回美國和歐洲 買了我的銀行 那會不會聽完你的話 那真的難怪日本可以說筆啦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守規矩 而這些規矩在香港也有發生的 那你香港就是因為守這些規矩 才逐步由地區的金融業 可以變成亞洲區的金融中心 再退變成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一路升上去就是因為守規矩 有規矩這樣做的 那現在你找你們那些外行人士 就是你做生意的、做中介的 再聯絡你們中介的那些利益 那些只是看你自己的利益 出來就叫人不要叫購物 跟著你大炒家 你做大炒家 整個家族拿著很多地產貨的 包括中環廣場 那些虧了30-40%的貨 你又出來說不要叫購物 你又不見那些發展商出來說不要叫購物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發展商呢 每個人都認識購物的嘛 他當然了解銀行為什麼要叫購物呢 所以你每個人一閘閘 一個波浪式 去到林建峰淚灑 跟著又再說 就是我們要集炮成年呢 就是那些出入口商要集炮 你們可不可以呢 只是收息不收本啊 那來教銀行做事 是不是 你又不見那些財主佬 你又不見那些來教銀行做事 你有沒有見到任何一間大老闆 就是那些呢 我們叫做土地霸王的嘛 是不是 大發展商 有沒有一間出來說話呢 因為是認識的嘛 這些財庸世代的發展商啊 後面呢有很多 懂得整個商業世界是怎樣操作的 而這個商業世界 不只是包你地產代理 不只是包你地產中介 不只是包你炒樓人士 也都不是包你呢 為了要出位 越來越呢 不知道世界怎樣運作的學者 是不是 這些大老闆個個都明白 如果金工局可以放得到水去救市 他怎會不放啊 你強行叫他做當然不可能啦 既然不可能 那就就是如目求雨 既然如目求雨 他當然不會做這些這麼蠢的事情啦 某些人呢 他有特別的agenda 他沒有辦法不敢做而已 你又不見老航磚 梁志堅出來說話是怎樣說 你聽一下 是不是 他說呢 現在金工局跟銀行呢 聽完你們的事情啦 那就跟那些三大發策銀行開完會啦 公佈了這些措施 但是這些措施是說什麼的 那些三大措施都是說 針對按決呢 我們加快通知審核結果啦 針對中小企就是給你上訴啦 那就是有什麼事呢 你來找我啦 我們有個特別團隊去照顧你的 不過是香港 那個銀行公會核下呢 去組織一個專線服務小隊 專責小組 說有些哪些不合理 不借錢給你 告訴我 我幫你再呈上去 然後呢 專責小組呢 就會安排你呢 再見一下這些人有上訴機制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呢 第三個措施就是 如果你有特別的call loan 覺得難為你的 你又呈上來咯 呈上來 我們又是有個特別小組 又是銀行公會組成的 去幫你看這個情況 又再轉介咯 那你就看到 整個call loan的程序 現在金官局仍然呢 守住自己清醒的底線咯 但是他沒有說不聽你說 他沒有不做到事情啊 他仍然是做到事情啊 逼你們那些呢 好像林健鋒之流 你吵完了 哭完了 你都要說收貨啦 收貨完之後 你不就跟你那個界別交代咯 是不是 你又是那個中小記界別 又是商業界別 成功爭取到了 那這三個重大的宣佈 有了承諾 是不是 那這些呢 大家做完一場戲了 你當 然後呢 都是要守國際銀行的規則 call loan的 繼續要跟著那個步驟 你要撇帳的 就一定要撇 所以在惠玉 這些他就出聲咯 喂 那個出聲就是什麼呢 他澄清的幫忙 金官局澄清 你們這幫人 你知不知道我們呢 一直沒有去下降你的銀行 就是因為 反過來 他沒有說清楚 就是因為 他們守規矩嘛 他懂得call loan的嘛 懂得跟著步驟去做嘛 所以他們的資產 政值啊 他們的反應的那些數字 我們信得過 全世界的人都信得過 你香港的銀行 所以 他特別舉一個例子 譬如恆生銀行 他一早呢 連頭已經說說 恆生銀行因為商業貸款 那些資產質素 一直降低嘛 減至負面嘛 但是都沒有單居去 那個原因是為什麼呢 他這次說了 這次說了就是 因為銀行那個經營 就是銀行經營那個管理啊 那個程序啊 全部的數字很好 在別的地方賺錢嘛 比如財富管理 那些收入可以彌補他 就是那些利息收入的少了 或者呢 在鐵帳那裡多了 所以他才說明說 現在銀行那個評級呢 仍然是 比如好像恆生那樣 都AA減 都是銀行之中的 較高的評級呢 就是這樣的原因嘛 這些原因呢 就不是說 好像坊間那些人說 你自己弄壞自己 因為call loan 現在那些位移走出來 會downgrade 那些位移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為什麼不downgrade啊 為什麼不去 他馬上採取行動呢 就是因為我信你 整個銀行業裡面呢 那個經營有術嘛 是不是 而且他用到的數字 香港銀行業 那個上半年 總貸款跌了3.9% 就是夠審慎 對貸款夠審慎 對某些板塊的貸款 特別是商業地產的貸款呢 減少了由疫情前的6.6% 佔6.6% 變成現在只有6.2% 是不是 就是整個借貸 只有6.2% 是關於商業貸款部門 那這些人 我們有了模特兒 有了數字看著的 所以呢 華語也說得很清楚 即使呢 香港的房地產 相關風險上升呢 暫時呢 都不會覺得 現在銀行呢 不會派息來應對 而且呢 接下來你都看到呢 牙了兩年高息了 等你這些 按揭環境的高息環境 追了上去 但是接下來呢 因為美國大圍都有機會減息嘛 就起碼呢 現在穩定了下來 舒緩了呢 就是因按揭上升呢 那個周轉不靈的嘛 那這些就是人家 認識的人呢 解釋給你聽 是不是 人家數下去了 銀行現在叫貨幣是叫那些 你脫了期的那些 叫了那些 是你根本呢 做生意太薄了 是不是 沒有錢回老呢 去還銀行的利息 而且銀行呢 很審慎的 它那些所有按揭貸款呢 夾夾賣賣啊 都是呢 借了五成至六成而已 以現在跌了 以現在跌了 27% 就是住宅樓按揭 在高位 都是呢 最新去量度 都是只有五至六成 即是說呢 在現在的位置 跌多三至四成 那些自主樓以按揭都未曾潛墜 所以啊 你用不著在坑間唱它的銀行 說call loan這樣啊 最後給你一個數據 人家 整個金工局說 上半年 那些按揭沒有還錢的 一千個 一千元只一元而已 就是一千元只一元 你可以當一千個 只有一個脫期 我們叫拖欠比率 你就會知道呢 你走去擔心了 那些銀行的質素 那你不就是無私顯見私 就是想為了自己的利益 在這裏向這些不實在的東西 我們叫做立體去看東西 就是立體去看東西 就是你要一里通八里明 但是你要將每一個行業 和整體整個經濟 合起來看 站在一個較高的層次 好像是位餘來看 那看通了才講 就不要拿一張紙 兩張紙來講 整個經濟系統是立體來的 那個立體是有很多張紙 是左右四方的組裝 你只拿一兩張紙來看 都不會推倒這個立體的 是不是? 那你不就看 就是說 譬如是什麼呢? 譬如你如果在公司去影印 整個盒裏面是一個四方盒 這個盒裝著一千張影印紙 微印的影印紙 那你拿中間 拿幾張紙去看 然後就說 整個盒裏面的紙不行 那是不是斷章取義到 自己挑戰自己的智慧 某些學者 人說他有說 大家不要自己看香港看得這麼差 也都不需要說香港幾好 只不過我們實事求是 現在那幫領導是不懂經濟 多謝這個頻道 一路跟我們有機會把這些議題 特別讓大家知道真相 一路支持追新聞的頻道 有機會加入他們的Patreon 拜拜